红楼梦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 宝玉物禅机 智登迷 贾正悲称语 话说贾连听凤姐儿说有话商量 应只不问是何话 凤姐道 二十一日是薛妹妹的生日 你到底怎么样呢 贾连道 我知道怎么样 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 这会子到没了主意 凤姐道 大生日料理 不过是有一定的责力在那里 如今她这生日 大又不是 小又不是 所以和你商量 贾连听了 低头想了半日道 你惊而糊涂了 现有比例 那林妹妹就是例 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 如今也照一给薛妹妹做就是了 凤姐听了 冷笑道 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 我原也这么想定了 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 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 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 虽不是整生日 也算得将基之年 老太太说要替她做生日 想来若果真替她做 自然比往年与林妹妹做的不同了 贾连道 既如此 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 凤姐道 我也这么想着 所以讨你的口气 我若私自添了东西 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 贾连笑道 爸爸 这空头请我不领 你不盘查我就够了 我还怪你 说着一进去了 不在话下 且说史湘云住了两日 便要回去 贾母应说 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 看了戏再回去 史湘云听了 只得住下 又一面前人回去 将自己旧日做的两色针线活祭取来 为宝钗生辰之仪 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 喜他稳重和平 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 便自己捐资二十两 换了凤姐来 交与他制酒戏 凤姐凑去笑道 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做生日 不拘怎样 谁还敢争 又办十么酒戏 既高兴要热闹 就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老库里的提及 这早晚找出这没烂的二十两银子来做东道 这意思还叫我赔上 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 金的赢的 圆的扁的 压塌了箱子底 只是乐坑我们 举言看看 谁不是你老人家的儿女 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 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 那些提己只留于他 我们如今虽不配使 也别苦了我们 这个够久的 够细的 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 贾母一笑道 你们听听这嘴 我也算会说的 怎么说不过这猴儿 你婆婆也不敢抢嘴 你和我绑绑的 凤姐笑道 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 我也没处去诉冤 道说我抢嘴 说着 又引贾母笑了一回 贾母十分喜悦 到晚间 众人都在贾母前 订婚之余 大家娘儿 姐妹等说笑时 贾母应问宝钗爱听何戏 爱吃何物等于 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 喜热闹戏文 爱吃甜烂之时 便总依贾母往日速洗者说了出来 贾母更加欢悦 次日便先送过衣服玩物礼去 王夫人 凤姐 黛玉等诸人皆有 随分不一 不须多计 至21日 就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 订了一班新出小戏 昆毅两腔皆有 就在贾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九席 并无一个外客 只有薛姨妈 史湘云 宝钗是客 愚者皆是自己人 这日早起 宝玉因不见黛玉 便到他房中来寻 只见黛玉歪在炕上 宝玉笑道 起来吃饭去 就开戏了 你爱看哪一出 我好点 黛玉冷笑道 你既这样说 你特叫一般戏来 捡我爱的唱给我看 这会子犯不上此 这人借光而问我 宝玉笑道 这有时么难得 明儿就这样行 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儿 一面说 一面拉起他来 携手出去 吃了饭点戏时 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 宝钗推让一遍 无法 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 贾母自是喜欢 又让薛姨妈 薛姨妈见宝钗点了 不肯再点 贾母便特命凤姐点 凤姐虽有形王夫人在前 但因贾母之命 不敢为傲 且知贾母喜热闹 更喜悦笑科混 便点了一出流二荡一 贾母果真更又喜欢 然后便命戴玉点 戴玉又让薛姨妈 王夫人等 贾母道 今日原事我特带着你们取乐 咱们只管咱们的 别理他们 我巴巴的唱戏 摆酒 为他们不成 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 已经便宜了 还让他们点呢 说着 大家都笑了 戴玉方点了一出 然后宝玉 史湘云 迎探席 李婉等聚各点了 暗出扮演 至上酒席时 贾母又命宝钗点 宝钗点了一出 奴至深醉闹舞台山 宝玉道 只好点这些戏 宝钗道 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 哪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 排场又好 此早更妙 宝玉道 我从来怕这些热闹 宝钗笑道 要说这一出热闹 你还算不知戏呢 你过来 我告诉你 这一出戏是一套 北点降纯 坑枪顿挫 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 指那此早中有一只寄生草 甜得极妙 你何曾知道 宝玉见说的得这般好 便凑近来央告 好姐姐 念语我听听 宝钗便念道 慢问英雄类 相离处世家 谢慈悲 剃度在连台下 没缘法 转眼分离炸 赤条条 来去无牵挂 哪里讨 烟梭与力卷单行 一刃暗 盲斜破波随原话 宝玉听了 喜得拍西话圈 称赏不已 又赞宝钗 无书不知 林黛遇到 安静看戏吧 还没唱山门 你到装疯了 说得湘芸也笑了 于是大家看戏 至晚散时 贾母深爱那做小蛋的 与一个做小丑的 因命人带进来 戏看时 一发可怜见儿的 因问年纪 那小蛋才十一岁 小丑才九岁 大家叹息一回 贾母令人令 拿些肉果给他两个 又另外赏钱两串 凤姐笑道 这个孩子扮上 活像一个人 你们再看不出来 宝钗心里也知道 便只一笑 不肯说 宝玉也猜凿了 亦不敢说 使湘芸接着笑道 道像林妹妹的模样儿 宝玉听了 忙把湘芸 瞅了一眼 使个眼色 众人却都听了这话 留神戏看 都笑起来了 说果然不错 一时散了 晚间 湘芸跟一时 便命翠吕把一包打开收拾 都包了起来 翠吕道 忙时吗 等去的日子再包不迟 湘芸道 明儿一早就走 在这里坐时吗 看人家的鼻子眼睛 时吗意思 宝玉听了这话 忙赶进前拉他说道 好妹妹 你错怪了我 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 别人分明知道 不肯说出来 也皆因怕他脑 谁知你不防头 就说了出来 他岂不恼你 我是怕你得罪了他 所以才使眼色 你这会子恼我 不但辜负了我 而且反倒委屈了我 若是别人 那哪怕他得罪了十个人 与我何干呢 湘芸摔手道 你那花言巧语 别望着我说 我原不如你林妹妹 别人说他 拿他取笑都使得 只我说了就有不是 我原不配说他 他是小姐主子 我是奴才丫头 得罪了他 使不得 宝玉急的说道 我倒是为你 反胃出不是来了 我要有外星 立刻就化成灰 叫万人见踹 湘芸道 大真月里 少性嘴胡说 这些没要紧的恶事 散话歪话 说给那些小性儿 行动爱恼的人 会挟制你的人听去 别叫我催你 说着 一静至甲母里间 愤愤地躺着去了 宝玉没去 只得又来寻黛玉 刚到门槛前 黛玉推出来 将门关上 宝玉又不解何意 在窗外只是低声叫好妹妹 黛玉总不理他 宝玉闷闷地垂头自身 习人早知端地 当此时段不能劝 那宝玉只是呆呆地站着 黛玉只当他回去了 便起来开了门 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 黛玉反不好意思 不好再观 只得抽身上床躺着 宝玉随近来问道 凡事都有个缘故 说出来 人也不委屈 好好的救脑了 终究是什么缘故起的 黛玉冷笑道 问得我道好 我也不知为什么 我原是给你们取笑而的 拿着我笔系子取笑 宝玉道 我并没有比你 我并没有笑 为什么恼我呢 黛玉道 你还要比 你还要笑 你不比不笑 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宝玉听说 无可分辨 不择一身 黛玉又道 这一劫还数得 在你为什么又和云而使颜色 这安的是什么心 莫不是他和我玩 他就自清自荐了 他原是公侯的小姐 我原是平民的丫头 他和我玩 赦若我回了口 岂不他自惹人轻荐呢 是这个主意不是 这却也是你的好心 只是那一个偏右不领情 一般也恼了 你又拿我做情 道说我小心而行动肯恼 你又怕他得罪了我 我恼他 我恼他 与你何干 他得罪了我 又与你何干 宝玉剑说 方之才与湘云斯谈 他也听见了 细想自己原为他二人生戏 在中调和 不想并未调和成功 反已落了两处的扁棒 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 上有 巧者劳而智者忧 无能者无所求 宝石而敖游 泛若不细之舟 又曰 山目自扣 源泉自道等于 因此越想越无趣 再细想来 目下不过这两个人 尚未应酬妥协 将来犹豫为何 想到其间 也无用分辨回答 自己转身回房来 林黛遇见他去了 便知回思无趣 赌气去了 一言也不曾发 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 便说道 这一去 一辈子也别来 也别说话 宝玉不理 回房躺在床上 只是瞪瞪的 习人深知原委 不敢就说 只得以他事来解释 应笑道 今儿看了戏 又勾出几天戏来 宝姑娘一定要还习的 宝玉冷笑道 她还不还 管谁时么相干 习人见这话 不是往日口吻 应又笑道 这是怎么说 好好的大正月里 娘儿们 姐妹们都喜喜欢欢的 你又怎么这个刑警了 宝玉冷笑道 她们娘儿们 姐妹们喜欢不喜欢 也与我无干 习人笑道 她们既随和 你也随和 岂不大家彼此有趣 宝玉道 什么是大家彼此 他们有大家彼此 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谈及此句 不觉泪下 习人见此光景 不敢再说 宝玉细想这一句意味 不禁大哭起来 翻身起来至岸前 遂提比利战一记云 你证我证 心证一证 事无有证 思可云证 无可云证 事立足尽 写必 自虽解物 又恐人看此不解 因此一田一枝 寄生草 也写在寄后 自己又念一遍 自觉无挂碍 心中自得 便上床睡了 谁想待遇见宝玉 此番果断而去 故以寻习人为由 来是动静 习人笑回道 已经睡了 黛玉听说 便要回去 习人笑道 姑娘请站住 有一个字帖 而悄悄是什么话 说着 便将方采纳曲字 与寄语悄悄拿来 地语黛玉看 黛玉看了 知识宝玉一时赶愤而做 不觉可笑可叹 便向习人道 做的是玩意 而无甚关系 说必 便吸了回房去 与湘云同看 四日又与宝钗看 宝钗看其词曰 无我原非你 从他不解一 四行无碍平来去 茫茫着圣悲愁喜 纷纷说圣轻疏密 从前陆路却阴和 到如今 回头是想争无趣 看避 又看那寂语 又笑道 这个人物了 都是我的不是 都是我 昨而一支曲字惹出来的 这些道书 不缠击罪能一性 明儿认真说起这些风话来 存了这个意思 都是从我这一支曲字上来 我成了个罪魁了 说着便撕了个粉碎 地狱丫头们说 快烧了吧 戴玉笑道 不该撕 等我问他 你们跟我来 包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邪话 三人果然都往宝玉屋里来 一进来 戴玉便笑道 宝玉 我问你 至贵则是宝 至奸则是玉 耳有何贵 耳有何奸 宝玉竟不能答 三人拍手笑道 这样顿鱼还参禅呢 戴玉又道 你那季莫云 无可云正 是立足境 固然好了 只是据我看来 还未尽善 我再续两句再后 阴面云 无立足境 是方干净 宝钗道 实在这方误彻 当日南宗六祖惠能 出巡师至韶州 文武祖宏忍在黄梅 他便冲一伙投森 武祖欲求法寺 令徒弟诸森各出一计 上座神秀说道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末时有尘埃 彼时会能在厨房对米 听了这计 说道 美则美意 了则未了 因自念一计约 菩提本飞树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 武祖便将一波传他 今儿这计语 一同此意了 只是方才这句疾风 尚未完全了结 这便丢开手不成 黛玉笑道 彼时不能答 就算输了 这会子达上了 也不为出奇 只是以后再不许谈谈了 连我们两个 所知所能的 你还不知不能呢 还去参谈呢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 不想呼被黛玉一问 便不能答 宝钗又比出雨露来 此阶速不见他们能者 自己想了一想 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 尚未解悟 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想必 便笑道 谁又参禅 不过一时玩话罢了 说着 四人人妇如酒 忽然人报 娘娘猜人送出一个灯迷儿 命你们大家去猜 猜凿了 每人也做一个进去 四人听说 忙来至贾母上房 只见一个小太监 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 专为登迷儿致 上面已有一个 众人都睁看乱猜 小太监又下遇到 众小姐猜早了 不要说出来 每人只暗暗的写在纸上 一起封进宫去 娘娘自艳是否 宝钗等听了 近前一看 是一首七言绝句 并无甚新奇 口中少不得称赞 只说难猜 故意寻思 其实一件就猜早了 宝玉黛玉 湘云探春寺 个人也都解了 各自暗暗的写了 一并将甲还甲蓝等传来 一起各揣机心都猜了 写在纸上 然后个人粘一物做成一谜 公开写了 挂在灯上 太监去了 至晚出来传狱 前娘娘所致 据已猜早 为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 小姐们做的也都猜了 不知是否 说着 也将写的拿出来 也有猜早的 也有猜不早的 都胡乱说猜早了 太监又将班次之物 送与猜早之人 每人一个公制诗筒 一柄插险 读迎春 甲还二人未得 迎春自为玩笑小事 并不介意 甲还便觉得没趣 且又听太监说 三爷说做这个不通 娘娘也没猜 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 众人听了 都来看他做的什么 写道是 大哥有脚趾八个 二哥有脚趾两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爱在房上蹲 众人看了 大发一笑 甲还只得告诉太监说 一个枕头 一个瘦头 太监寄了 领茶而去 甲母见圆春这般有幸 自己越发喜乐 便命宿做一架 小巧精致为平灯来 设于当屋 命他姐妹各自 暗暗的做了 写出来年鱼瓶上 然后预备下香茶 细果以及各色玩物 为猜凿之河 甲正朝霸 见甲母高兴 旷在节间 晚上也来成欢取乐 设了酒果 备了玩物 上方悬了彩灯 请甲母赏灯取乐 上面甲母甲正 宝玉一席 下面王夫人 宝钗带玉 香云又一席 迎探席三个又一席 地下婆娘丫鬟站满 李公才 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 甲正因不见甲兰 便问 怎么不见兰哥 地下婆娘忙静里间问李氏 李氏起声笑着回道 她说方才老爷并没去叫她 她不肯来 婆娘回复了甲正 众人都笑说 天生的牛心古怪 甲正忙前甲环与两个婆娘将甲兰换来 甲母命她在身旁坐了 抓国品与她吃 大家说笑取乐 往常间 只有宝玉常谈阔论 今日甲正在这里 便唯有唯唯而已 与者湘云虽系规格若女 却素喜谈论 今日甲正在习 也自尖口尽言 带玉本性懒与人共 缘不肯多话 宝钗缘不妄言轻动 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 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 反见居数不乐 甲母一只因甲正一人在此所致 久过三巡 便撵甲正去歇息 甲正一只甲母之义 撵了自己去后 好让他们姐妹兄弟取乐 应陪笑道 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社 春登雅弥 故也备了彩礼酒席 特来入会 和藤孙子孙女之心 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 甲母笑道 你在这里 他们都不敢说笑 没得到叫我闷得慌 你要猜迷儿 我便说一个你猜 猜不凿是要罚的 甲正盲笑道 自然要罚 若猜凿了 也是要领赏的 甲母道 这个自然 说着便念道 猴子身轻战树梢 打一果明 甲正以知识立之 便故意乱猜别的 罚了许多东西 然后方猜凿 也得了甲母的东西 然后也念一个 与甲母猜 道是 身字端方 体字坚硬 虽不能言 有言必应 打一用物 说必 便悄悄地说与宝玉 宝玉议会 又悄悄地告诉了甲母 甲母想了想 果然不差 便说 是燕台 甲正笑道 到底是老太太 一猜就是 回头说 快把贺彩送上来 地下妇女答应一声 大盘小盒一起捧上 甲母逐渐看去 都是灯节下 所用所玩心巧之物 圣喜 碎命 给你老爷争酒 宝玉直呼 迎春送酒 甲母应说 你瞧瞧那坪上 都是她姐妹们做的 再猜一猜我听 甲正答应 起身走至坪前 只见头一个写道是 能使妖魔胆尽催 身如树勃气如雷 一身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以化灰 甲正道 这是炮竹啊 宝玉答道 是 甲正又看到 天运人功礼不穷 有功无运也难逢 因和震日纷纷乱 只为阴阳术不同 甲正道 是算盘 迎春笑道 是 又往下看 是 接下儿童仰面时 清明装点罪堪仪 由思一段魂无力 莫向东风愿别离 甲正道 这是风筝 探春笑道 是 又看到是 前身色相总无成 不听灵歌听佛经 莫道此身成黑海 信中自有大光明 甲正道 这是佛前海灯啊 习春笑达道 是海灯 甲正心内沉思道 娘娘所作抱竹 此乃一想而散之物 迎春所作算盘 是打动乱如麻 探春所作风筝 乃飘飘浮荡之物 习春所作海灯 亦发清静孤独 今乃上缘佳节 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 为戏耶 心内欲思欲闷 因在甲母之前 不敢行余色 只得人勉强往下看去 只见后面写着 七言律师一首 却是宝钗所作 随念道 招霸谁吸两袖烟 情边清理总无缘 小仇不用击人报 午夜无凡事女天 交手招招还木木 艰辛日日复年年 光阴仍染虚当席 风雨阴情刃变迁 甲正看完 心内自存道 此物还道有限 只是小小之人 作此词句 更绝不详 看来皆非福寿之辈 想到此处 欲绝烦闷 大有悲戏之状 因而将是才的精神 减去十分之八九 只是垂头成丝 甲母见甲正如此光景 想到或是她身体 劳伐意未可定 又兼之恐拘束了众姐妹 不得高兴玩耍 即对甲正道 你竟不必猜了 去安歇吧 让我们再做一回 也好散了 甲正一文此言 连忙答应几个世字 又勉强劝了甲母一回酒 方才退出去了 回至房中只是思索 翻来覆去 竟难成妹 不由伤悲感慨 不在话下 且说甲母见甲正去了 便道 你们可自在乐一乐罢 一言未了 早见宝玉跑至微平跟前 指手画脚 满口批评 这个这一句不好 那一个破得不恰当 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 宝钗便道 还像是才作者 大家说说笑笑 岂不斯文些儿 凤姐自理尖忙出来插口道 你这个人 就该老爷每日令你寸步不离方好 是才我忘了 为什么不当着老爷 窜多叫你也做狮迷儿 若果如此 怕不得这会子震出汗呢 说得宝玉急了 扯着凤姐儿 扭骨儿堂式的指示私禅 甲母又与李公才并众姐妹说笑了一会 也觉有些困倦起来 听了听已是漏下四股了 命将食物撤去 赏给众人 随其声道 我们安歇吧 明日还是节下 该当早起 明日晚间再玩吧 于是众人方慢慢的散去 后事下回分解 起来 必须的 有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